不会游泳的人 换再多的游泳池都没有用 2004年 道圣和福出席了一场新书签售会 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道圣和福笑了笑说 城市的要素有很多 但不可或缺的只有心态 身在职场 委屈常有 辛苦常在 世上所有工作 到最后拼的都是心态 一块砖头被废弃在草坪上 他时常仰望着对面的高楼 心想 我要是高楼中的砖就好了 可以看到更辽阔的风景 终于有一天 他被建筑工人捡到工地 去进高楼 虽然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快乐 因为他要承受 来自四面八方砖块的压力 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草坪 他唯一能做的 是改变心态 适应环境 承受压力 成为高楼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很多人在工作中受到一点压力 被领导数落几句 第一反应就是离职 可是扪心自问 这世上怎么会有不辛苦 没压力又高薪稳定的工作呢 任何一家公司的招聘骑士上 都会有这样一条要求 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成年人的世界最不受欢迎的就是玻璃心 作家张岑熙曾经和一家公司合作项目时 对接人是合作方的小A 项目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 出现了很多披露 有一天 小A突然给张岑熙发微信说 自己离职了 张岑熙打电话给小A的主管 核实情况 对方听了一个尽职叹气 小A加入公司后 领导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有意栽培他 所以在项目出现披露时 多批评了他两句 也是想让他快速成长起来 没想到他不离心 受不住委屈离职了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岑熙评价说 不会游泳的人 换再多的游泳池都没有用 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不会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 换了一些同事 就不辛苦 不困难 不委屈 360创始人周鸿一告诫年轻人 让自己的心变得粗糙一点 能够承受各种痛苦 丢掉虚荣的面子 凡是不往心里去 难开的船是顶峰船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 在磨练中 把玻璃心打磨成 坚不可摧的钻石心 二 蒲公英心态 迪士尼拍摄过一个短片 叫Vid 路边有两片草地 中间隔着一条水泥路 一片草地上没有水源 地表光秃秃的 另一片草地有洒水 骑在不停地喷水 生机盎然 没有水源的草地上的草 在怨天游人中一天天枯萎下去 一株蒲公英却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没有任何抱怨 奔向了水泥路对面的那片绿草地 最终他成功抵达了洒水的绿草地 把种子拨洒在了这里 生命得以延续 作家张德芬说 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无意举动 面对工作中的不如意 有人抱怨 有人却在一天天的历练中完成了蜕变 萨贝宁刚进央视时 由于缺乏经验 做的节目刻板严肃 收视率很低 久而久之 台里选主持人都会自动跳过它 萨贝宁没有半句怨言 接不到主持任务 他就在演播室里 看别人录制 在一旁观摩学习 领导安排给他写文案的零碎工作 他也绝不敷衍 为了节目更有说服力 他甚至还跑去当卧底 慢慢的 他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台风也越来越稳 道圣和夫曾说过 即使你抱怨再多 委屈再大 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先把工作做好 这才是一个成熟人 该有的心态 没有谁的工作 总是一帆风顺 把抱怨的情绪 转化成向上成长的动力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成熟 散 叽叽心态 谁动了我的奶酪里 有两个小矮人 哼叽叽 生活在一个迷宫里 他们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寻找奶酪 这一天 他们意外发现了 奶酪C站一个堆满各种 奶酪的地方 可是好景不长 忽然有一天 奶酪全部消失了 最先想到自救的是鸡鸡 她不想坐一带笔 打算返回迷宫 继续寻找奶酪 哼哼质问鸡鸡 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 但鸡鸡告诉自己 迈出这一步 的确不一定能找到奶酪 但不行动就一定找不到 于是她拖着虚弱的身躯 走进迷宫 最终 在另一条路的尽头 急急发现了奶酪M站 哼哼却依然停留在C站 等待死亡的将领 工作中的我们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哼哼心态 一项任务还没开始执行 就被自己预想出来的困难劝退了 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担心搞砸会被领导批评 最后拱手让给了别人 真正拖垮你的不是工作 而是精神内耗 自媒体作家 尼西丁姐在跑赢成功 不止一种定义里 讲过一个故事 丁姐高薪聘请了一个女编导 她专业能力强 有网感 有创意 审美好 但她的脚本设计能力稍弱一些 所以丁姐又额外招了一名脚本编剧 辅助她的工作 自从这个人招进来以后 女编导就开始胡思乱想 老板是不是觉得她能力不足 要辞退她 她每天花时间与情绪打架 不仅人看上去憔悴不少 作品说出质量也直线下滑 丁姐特意找到她 给她吃定心碗 说对她的工作很满意 招人也没有其他用意 可女编导心里 还是经常为此事内耗 一个月后便选择了辞职 日本作家松普弥太郎说过 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 对未来往往有想太多的毛病 是上罪亏本的事 就是未上未发生的事情而担忧 为自己幻想出的结果而焦虑 方向无谓的纠结 停止过度的思虑 停止内耗才是工作最好的解药 四 肺鱼心态 在大自然中 鱼通常是离不开水的 但非洲有一种神奇的肺鱼 它除了能用塞呼吸之外 还具备类似于肺呼吸的功能 但旱季来临 肺鱼便将自己藏鱼干涸的泥土之下 等到雨季来临时 又很快起死回生 在长达半年的旱季里 肺鱼能够离开水村活下来 也正因如此 肺鱼被称作不死之鱼 实际上 早在四亿年前 肺鱼也和其他鱼类一样 只用塞呼吸 为了与自然抗争 肺鱼花了四亿年时间进化 终于进化出能呼吸空气的鱼肺 美国企业家瑞达利欧 在原则一书中写道 要么进化 要么去死 进化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 它是唯一永恒的事情 它驱动着所有的一切出入之场 人的能力都相差无几 最后能走远的人 都有超强的进化能力 著名培训师工训委 十几年前招聘过两个年轻采购员 小Y和小Z 小Y工作三年后 买了两套房子 购置了一辆不错的车 然后就躺平了 每天下班后 他不是开车到处闲逛 就是参加各种饭局 而此时的小Z 每天不仅踏实工作 还坚持学习 其他同事都下班了 他加班改进报表算法 核算成本 看到采购线上化 规范化是未来的大趋势 他就主动报名 零B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后来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革 面对线上采购系统 小Y傻眼了 小Z却得心应手 如今 小Z已经晋升为采购总监 小Y却失业在家 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媒体人和家言说 能不能持续进化 是拉开人与人距离 最重要的原因 工作中停止成长进化的人 不论在哪里 注定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时刻保持学习的能力 不断迭代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才能拓宽事业的长度和高度 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工作中的人 如同一辆在路上飞驰的汽车 如果能量有80% 用于情绪内耗中 20%用于前进 肯定跑不快 当你的能量100% 转化成动能 自然远远甩开其他的车 从今天起 调整自己的心态 把更多能量投入到工作中来 熬过孤独的夜 爬过陡峭的坡 在一路磕磕绊绊中 你终究会变得很强大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